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身心有得醫 我是節目主持朱維敏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註冊中醫師何欣醫師上來和我們聊聊天的何醫師你好 大家好 歡迎你 今天我們和大家探討一下女性脫髮問題 是 何醫師 其實我也很幸運 因為我從小到大頭髮都比較厚和濃密 從來對脫髮好像不太關我事 我都覺得是不是會年長一點才有這個情況 但是發生了什麼事在我身上 就是今年年頭的時候 我就發現 為什麼頭髮的界線好像越來越闊 然後我進入了一個不是很願意承認 因為我沒有這個經驗 我就在想 可能我染了頭髮 可能是淺了顏色還是什麼 所以燈光照下來 就好像一條界闊了 直至發生什麼事呢 有一次我婆婆來到我家的時候 就教我做家務 然後她就聊天 她說 對呀 她說你要這樣掃地的 你要這樣吸塵才會乾淨的 因為你脫了很多頭髮在地上 那一刻之後我婆婆繼續說話 我完全無法消化她說什麼 然後我就在想 難道我真的有這個脫髮的問題 然後我就開始正視了 就是這樣 所以我相信很多女性 都可能有我這個情況 就是一向都沒有這件事發生在自己身上 那是怎樣才會界定為自己有脫髮的問題 然後要正視呢 其實你有沒有數過自己脫了多少條頭髮 沒有 好像不是很容易數到 是會是這樣 其實我們知道了 書本上就說 如果你一天脫了一百條頭髮 那你就叫脫髮 就是脫髮 但其實很多人不會去數 其實我們發現 怎樣發現自己有脫髮的問題 就像你剛才說 就發現了自己可能中間條界是闊了 或者有些人是那個髮線上移 尤其是M字位 突然頭髮好像是薄了 幼了 少了 就有些人會用一些髮粉去遮一遮那個位置 那還有呢 就可能是某些位置突然間出現了一塊塊的脫髮 我們講的斑髮 當然不會好像 有些人是很誇張的 就好像鬼剃頭 就突然間睡醒 脫了一大堆頭髮 就脫了頭髮 就很明顯知道自己脫髮 但有些人不是的 他可能在那個位置 就少少脫頭髮 平時就不覺得 可能去髮型屋 他做頭髮的時候 那個髮型師告訴他 你好像有脫髮的問題 好像少了 我之前也有個客人也是這樣的 其實他去髮型屋 師傅告訴他 他頭頂的位置 頭髮是薄了 好像大概是一個五元銀 這麼大的位置 是少了 然後他來幫他檢查 發現其實不單是頭頂 他在後尾枕那裡 都有兩大疊 是大過五元銀的一個脫髮 而且那個位置 頭髮已經是沒有了 是光彈彈彈彈的 這些都是叫做脫髮 不過這些可能是叫斑徒 為什麼有這個女性脫髮的情況出現 其實女性脫髮的情況 剛剛說的斑徒 可能是一些緊張 會形成一個脫髮 或者那陣子壓力比較大 好像我的客人 因為那陣子有一個手術要做 一個子宮肌瘤手術要做 接著他搬回家 跟媽媽住 很久沒有跟媽媽住 那個可能比較緊張 相處上面比較緊張 接著他就開始脫髮 但其實他來找我們看的時候 估計應該有一段時間 起碼都三個月以上 已經脫了頭髮 還有其實女性很多時候 有脫髮的問題 他會發生在今年期 賀爾蒙的一個轉變 今年期是比較常見的 還有就是華孕 產後的脫髮 其實不限年紀 除了這些階段會有脫髮 其實我最小的患者 是七歲的小朋友 其實他也是一個緊張 升一年級 可能學業的壓力比較大 他也是有脫髮的情況出現 我知道有些女孩子 很小的時候 十幾二十幾歲 他們脫髮的情況是因為他們減肥 是嗎 是的 會是的 極速的減肥 健康的減肥 是不會脫髮的 但是如果你是極速的減肥 例如你可能不吃東西 節食 減肥 這一類 是會脫髮的 尤其是不吃澱粉質 我們發現脫髮是比較厲害的 是的 會是這樣 為什麼呢 因為中醫來說 我們說飯 中醫經常說要吃飯 為什麼呢 飯才會生血氣 那血氣不夠的時候 你就會脫髮 會脫得比較厲害的 哦 那如果說 譬如他吃一點點飯 然後又放鬆心情 那可不可以 頭髮自己會慢慢生出來呢 還是 其實都是 很個別的例子 都未必可以的 都真的需要 可能服藥 或者做一些治療 會比較好一點 年輕的那些 如果血氣是沒有那麼差的 那當然自己 可能會回飲食 一個比較好的生活習慣 他會生頭髮 但如果你本身已經傷了 根本 就是氣血 腎的話 你想生頭髮 是會困難一點的 那這個時候 可能需要一些中藥的輔助 或者是一些治療去幫助他 他才會生頭髮出來 明白明白 好 那如果是要治療的 那中醫的角度 他是從什麼方法入手呢 那中醫我們來講 治療 我們首先要辯證 就是看它本身的體質 是屬於什麼體質 然後我們就會因應它的體質 有一個處方的 那除了內服的中藥 其實我們很著重內服外敷 那其實中藥都可以來外敷頭髮的 是的 那本身我們自己都是有14種不同的一些頭髮的粉 就是將一些中藥磨成粉 跟著就因應不同的體質 不同的皮膚的情況 就是頭髮皮膚的情況 我們會調配 那醫師會給處方的 那通常就是兩到三尾不同的一個藥粉 就配合幫客人在頭上敷 跟著就是敷15到20分鐘 起到的比較好的效果 就好像幫頭皮膚面膜 是的 膚面膜 聽到我也很想敷一下 覺得很舒服的感覺 是的 那其實會不同的 那譬如你是比較油膩的 比較油膩比較多的 那可能那條配方就是以去油為主的 那有些人有頭瘡的 那我們會是清熱 消炎 那這樣為主的 那如果有些人可能是 譬如說容易頭痛的 譬如有些產後的女士 會是有頭風 怕風 頭痛 頭暈的情況 那我們有些活血 通落 驅風 那樣的作用 一些中藥給她敷 嗯 那除了這個外敷 還有這個內服之外 是不是都還有其他一些方法 有的 那其實我們還會有 譬如說如果真的某個部位 脫髮也很嚴重 像斑肚一樣 那那個部位 我們會做一些梅花針 是的 那有些人可能都聽過梅花針 是的 我自己也做過 是的 烤到會出血 但痛不痛呢 其實烤頭皮 所以我們會比較 手法會比較輕巧 就不會那麼重 令她會出血 那些 目的其實是想激發起 她本身的頭皮 即是毛囊 令到她可以再生頭髮出來 嗯 這個我以前試過 但不是在頭皮 我的頸不舒服的時候 去做 就是因為我的頸太痛 所以醫師幫我輕輕用梅花針 其實是很幫到手 所以都要找一些正確的方法 和一個很手勢的醫師 是的 因為她本身都有通經樂的作用 如果你想免費試做一次 頭皮檢測 和中醫的診斷 和中藥外敷各一次的話 歡迎你打熱線電話 1834104 1834104 可醫師 為什麼要做這個頭皮檢測 和外服和內敷 其實我們知道 頭皮檢測 就可以了解你頭皮的情況 我們通常中醫來說 我們除了把脈 我們都要看診 看一看你頭皮的情況是屬於什麼 譬如說如果你是 譬如說我們 譚膝的體質 譬如說皮虛譚膝 通常這一類的人 我們會在頭皮檢測 我們會發現 他的頭皮是油膏比較多 那些油膏會黏著所有的毛囊 就會影響頭髮生出來 就好像很黏 很黏著膠著 其實有些人可能都會發現 譬如說我晚上已經洗到頭 怎麼早上起床 就已經整個頭都很油膩 其實這些是中醫裡面 它屬於一個 是痰濕的一個體質 除了頭皮比較油膩 其實它都有其他的問題 譬如可能它長期去廁所都去得不好 大便比較黏一些 爛一些 其實香港人都市人很多都有這個情況 因為跟我們的飲食習慣 是很有關係的 譬如我們喜歡喝冬的東西 吃一些比較煎炸的東西 這些都會令到我們 在一個比較談濕重的情況出現 當然你的頭油塞了毛孔 本身我們的毛孔裡面 應該有三到四條頭髮 你塞住了 就會變少了 頭髮可能一個毛囊 只有兩條 三條 兩條 甚至有些是一條 看上去 頭髮就越來越少 所以脫頭髮其實不一定 你真的數到自己脫了多少頭髮 所以它慢慢慢慢去形成 所以頭皮測試可以先了解 你頭皮健康的情況 這個是剛剛說痰濕的體質 有些人屬於一個乾火性的體質 有些人頭皮比較泛紅 就是看上去很紅 其實你平時坐在地鐵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其實你站在那裡 可以不停看坐在那裡的人頭皮 你會見到有些人頭皮很紅 是的 其實很多時候這個情況 我們說其實它除了 可能一個是它工作會曬 影響到頭皮比較紅 另一個就是乾火比較重 乾火重的人頭皮都是比較紅 是的 更容易是有炎症的 紅有炎症 可能有頭症的出現 是的 乾火重有什麼表現 通常它頭皮紅 然後頭髮比較乾一些 好像很容易燒焦的情況 因為乾火是向上燒的 乾火向上燃燒 然後就去了頭皮 所以它的頭髮看上去好像很乾 很乾 是的 然後可能有時候都比較煩燥一點 容易口乾 口嗑 甚至有些容易生非枝 這一類我們說是乾火比較重的一個體質 是的 如果譬如說那些是更年期的女士 和孕婦 那又為什麼會有這個 脫頭髮的情況出現呢 他們都是因為這個痰濕 乾火性 還是還有什麼原因呢 他們的情況就有些是不同的 如果你說孕婦 就是產後的脫髮 其實它會再複雜一點 除了它本身一個是氣血的問題 其實跟痰濕都有關係 譬如它採月採得好不好 譬如說吃的東西會不會比較 譬如喝雞湯喝得多 令到濕氣困住在身體裡 而人體的頭髮比較容易脫髮 油或脫髮都會有 為什麼喝雞湯喝得多 會有這個情況 因為我們說雞湯是偏濕一點 偏薄一點 濕氣比較重一點 很多時候有些人可能 他本身的腸胃就不太好 再喝了一些比較薄的東西 他就會令到自身的皮胃更加濕一點 是的 那些頭髮就可能更油一點 還有有些產後 有些就有些貿論 譬如說不可以洗頭 甚至有些是真的一個月都不洗頭 一個月都不洗頭 沒錯 是的 沒錯 那會令到頭皮更加油 油夠更加多 塞住了 那其實是應該洗還是不應該洗 其實是可以洗的 是的 那這個可以洗頭 其實可以洗頭 需要加薑水嗎 可以啊 那其實你可以加一些 譬如說俱風作用的一些藥物 譬如說桂枝 川芎 用一些薑皮 然後煲水來洗頭 那你一定要保持頭皮一個清潔 不要說人產苦 我們普通人其實都應該是每天都要洗頭 令到頭皮比較乾淨一點 那我們的頭髮才會健康的 是的 所以有些孕婦 因為她脫頭髮的情況 就是因為坐月的時候 可能有些是坐一個月的 那些是坐四五個月的 然後就不用洗頭 不用洗頭 然後就可能很油 或者有些髒東西 積住一個毛孔 是的 那就變了脫頭髮 沒錯 再加上你本身產後 它是一個我們看的比較虛的狀態 營養可能就少了 你本身生產的時候 你需要的力氣氣血是多的 我們說生產都是破氣的 所以為什麼要坐月 你產後的情況已經是比較弱的情況 加上你又脫頭髮脫得厲害 那些營養未必馬上輸送到頭皮 而營養那些頭髮 那這一類的我們說 可能是一些血虛型的脫頭髮 是的 血虛型 血虛型 是的 就是不夠營養 不夠營養 不夠血 輸送到頭皮 那這一類的頭皮檢測試 我們會看到頭皮 可能是比較白的 沒有血絲的 是的 正常來說 我們會看到有少少的毛囊 下面呢 頭皮下面可能有少少的血絲 那些公血 但是有些它完全看不到 整個白絲散的 整個頭皮 好像有些除了臉色 可能頭皮也很白的 那些就是血氣不夠 血氣不夠 這個時候我們就需要 要吃藥 去補一些氣血 生一些頭髮 那除了這些之餘 我們都可以 譬如說它產後容易是有頭風頭痛 那我們都可以做這個艾舊的 哦 用艾 是用艾 是的 那放在哪個位置呢 頭頂 白會月的位置 我們可以用盒 艾盒 或者是用人手 拿一支艾條 距離白會月 大概是2cm的距離位置 慢慢燒 是的 那個目的就是希望它的血氣 血氣 是的 大到一些氣血 就引起它上頭部 明白 如果孕婦一般來說 就是可能氣血不夠 營養不夠 導致脫頭髮 但是有些情況就是太補 是的 沒錯 補錯了 令身體變得有點痰濕 是的 或者乾火上升 是的 沒錯 就會有脫頭髮 這個情況又是怎樣呢 其實應該是 是不是都是喝一下雞湯 但是不要天天喝 有些說 生完寶寶 我有些朋友 是一天吃一隻雞 是的 傳統是這樣的 中國人傳統 坐月是一天吃一隻雞 我自己生了兩個兒子 都是一天吃一隻雞 但是一天吃一隻雞就OK 但是你看看 你那個 我覺得是一個 整個懷孕的過程中 你怎樣去調理自己的身體 是的 這個很重要 譬如說你在初期的時候 你怎樣去吃 令到你的身體 譬如說氣血是好些 接著去到後期 華人的後期 可能是你產前 你有沒有清胎毒 這個也很重要 是嗎 即是我們要清胎毒 之後是否能保得到 這個整個階段 我覺得應該是需要中醫師去 幫你爸爸媽媽 協助一下 整個過程的十個月 其實可能是生嬰兒之前 都開始計劃一下 沒錯 可以避免了 或者減少了 即是生完嬰兒 又脫髮的情況出現 是的 如果譬如說 更年期的女士 為什麼她們會 比較多的情況 會有脫髮的情況 中醫的角度 又可以怎樣 透過什麼方法 可以幫助她們 其實更年期的女士 我們知道是一個 賀爾蒙的轉變 其實都是因為 賀爾蒙的變化 而導致她脫髮 加上可能更年期的時候 比如女士 很多我們說 有些身體的情況出現 譬如說 又睡得不好 又潮熱 那些又多些 令影響她睡覺 這些都會令到她 煩惱會多些 脫髮的情況 都會多些 其實在更年期的女士 我們多數看到 是乾火比較重的 一些是多見的 是的 就是因為可能緊張一點 緊張一點 是的 睡得不好 是的 所以她乾火的情況 會比較嚴重一點 她脫髮也會多些 乾火重 這一類的脫髮 很奇怪 她不是頭頂脫的 她反而是兩側 是的 我們說乾膽經過位置 開始脫髮 有些甚至是 可能這個位置 開始出現了白髮 先的 讓我想一下 我自己是否先 我就頭頂 那你還不是 我不是 但我回想 我那時候是因為 我剛剛結婚 然後學習怎樣去 我要給自己壓力 你明白嗎 要自己做個好妻子 然後又開始 以前都不做家務 現在又去家務又去煮飯 然後我覺得 我又開始有些 睡得不太好 但是現在好很多 現在做了一個好妻子 覺得自己 頭頂脫的那些 多數和氣血都有些關係 哦 氣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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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那段時間 你可能減肥要結婚 那些 都會有影響 是的 會有影響 如果旁邊兩邊 就是乾膽經 譬如她緊張一點 是的 緊張一點 更年期多數會在這個情況 是零零四成 你會看到 我們在頭皮的檢測會發現 它就是零零四成 這兩邊 就是乾膽經位置 頭皮是特別紅的 哦 所以說那些 兩斑斑白 都是 是不是就是乾膽經 乾膽經 是的 所以現在聽眾朋友 你都可以檢測一下自己 是不是 是的 如果你稍為 平時都沒有白頭髮 為什麼開始有一兩條呢 其實都要注意 是的 不用說等到 真的脫了頭髮 不見了一側的時候 才來處理 是的 其實有了白頭髮 是不是都是一個脫髮的先兆 是的 有些人是 是的 尤其是你可能未去到那個年紀 可能二零三十歲開始有少少多 多了白髮在這兩邊 是 有機會是會有脫髮 是的 就是因為乾膽經 就是不通了 不通了 有些情況可能頭頂 因為血氣不好 血氣不好 如果M字位 我們這個位置就是脾胃 跟脾胃有關係 是的 跟脾胃有關係 是的 如果你看到有些男士 我才說女士 但有些男士 他可能會在M字位 特別光 是的 特別多 經常說M字壓 就是皮胃 皮胃 皮胃痰濕是比較重 所以首先是脫了M字的位置 男士 女士都是 女士都是 女士多數就是 痰濕的其實都不是太多 不過就是可能皮胃虛的那些都會有 在這個M字位的位置 頭髮開始薄了 幼了 容易斷 好像很多毛毛 但是她又不是多的 她就是稀稀疏疏 那些都是跟皮胃有關係 皮胃有關係 對 如果更年期的女士 她主要是 乾淡經多些 乾淡經 原因就是因為睡得不好 睡得不好 緊張 休息得不夠 是的 飯粗一點 那個人 引起的頭髮比較多些 這個情況 我們可能用中藥那方面 我們就會是一些 比較凌晨 安神 處理更年期的一些問題 是的 中藥是為主 即是讓她先睡得好些 放鬆些 放鬆些 睡得好些 少些潮熱 出汗 這個就是外伏的 是的 內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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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那外伏的話 我們都會是 就會有一些幫助她 可能是 我們說梳乾 比較紅 我們要退紅 那我們有些中藥 譬如白花蛇蝕草 或者是黃柏 黃鏈 你都知道 它是一些清乾 清乾熱的 清乾熱的為主 一些藥 磨成粉 那就敷 敷在這些位置 那它敷多久 一般 敷二十分鐘 敷二十分鐘 敷了它 是的 這些是一些正確有效的方法 但如果坊間有些朋友 可能說 自己買些東西 譬如我經常脫頭髮 令我聯想起 用什麼方法呢 就是白蘭底 出頭髮 或者拿些 薑 來捉在頭 如果你說薑 白蘭底 可能你是血虛 那些 我覺得可能有用 首先要分清自己 屬於哪些體質 是的 如果你是血虛 那你白蘭底 那些可能是刺激 暖 薑 我們知道都是屈風 暖為主 但是如果你本身 那個位置已經是 紅 有炎症 你再用白蘭底 去刺激 再用薑去捉它 聽到 聽到 紅了 是的 你去想像 那個位置 可能真的 越來越嚴重 發炎 那就更加厲害 脫頭髮脫得更厲害 是的 所以不要自己用一些方法 是的 尋求一個專業的協助 因為有時候 本來那個問題 很少 可能很快 正確的方法 就能處理到 有時候 可能用了一些 真的不正確的方法 越搞就會越嚴重 醫師 你接觸過 有沒有你的求診者 是真的自己試了一些方法 有的 有很多的 例如他們會用什麼方法 是不正確的 大家真的不要嘗試 除了你剛剛說的 是有的 還有一些 例如說 吃 你知道現在市面上 有很多生髮產品 你可以隨處買到 總之 生頭髮 脫頭髮 一定跟補腎有關係 就是補乾腎的食物 食物 就會吃這些 甚至我曾經有試過 有個客人 因為脫頭髮脫得很厲害 他就是聽別人說 每天吃芝麻粉 接著就是 河手烏粉 還有就是 我忘記在哪裡 總之幾樣東西 混在一起吃 都是補腎的 那些綠尾巴 那些他們有沒有吃 是否補腎的 也有 剛剛那個案子 他每天都吃 他每天吃不多 他吃一茶匙 然後他有一次 他就去西醫 去身體檢查 然後發現 他肝酵素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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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好像都覺得沒理由突然高了 剛好他來看醫生 就問我 我就不肯問他 你吃了什麼 他就說了幾件事 那我很記得就是一個河手烏的 是的 那其實河手烏 通常我們中醫用的是製手烏 就是製過的 是的 可能有時候他們不知道 自己去藥房買 買了一些叫做 就是沒有製過 因為其實藥材有製過 也沒有製過的 那沒有製過的那些河手烏 其實它是有少少的微毒的 那你長期服用 可以令到肝功能是有損害的 對 怎麼為之製過和沒有製過 因為我自己一聽過 製過的那些東西 就反而不好 是的 因為中藥 我們中藥 它是我們用藥 其實每一種藥 它都有不同的製法 那河手烏 它是有一種叫做製手烏 其實在藥房是買到的 那河手烏就是 普通的手烏沒有製過的 那製手烏它是製過的 那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如果是客人 即我們的病人 有需要長期用這個河手烏 去補血 去補乾腎 生髮的話 我們通常會用製手烏多些 因為製過的手烏 它是可以剔除了裏面的小毒 是的 長期服用就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你是生手烏 你吃的話 你自己不知道 你經常這樣吃 因為它長期吃 它吃了很長時間 是以年計的 它對肝有些少許的損害 好了 我知道 有一個很成功的個案 我剛才 何醫師給我看的那些照片 我也覺得很開心 我看到那個成功的效果 那個個案是怎樣的 我們其實有一個 就是產後的媽媽 其實她生了三個小朋友 其實她年齡是很近的 她好像差不多是五年補三 是的 這樣的 她那個情況 就是她脫髮也脫得很嚴重的 是的 我剛才看了那些照片 你看到她其實基本上 她的髮線是容易到我們說 好像清朝人一樣 是的 然後頭頂頭髮也很稀疏 很稀疏 很薄 是的 其實很多都 剛才我看的照片 就是真實個案真實照片 真的脫得很厲害 是的 沒錯 其實我們在處理這些案件上 我們會怎樣處理 我們知道其實頭髮的生長週期 是89天的 差不多是三個月的 是的 但是當然 你一個客人來到 我們不可以直接 就好像剛剛的案件 一來到我們不可以直接 就跟她 你是產後血虛 我們就跟你生頭髮 用生頭髮一個療程 其實不行的 很多時候她這一類的 她本身是三個小朋友的媽媽 她很大壓力的 她睡覺一定不好的 每個小朋友都這麼小 還有一些是跟她一起睡的 是的 其實來到的時候 我們看到她的頭皮 真的油垢很厲害 然後就很紅 整個頭皮是紅了 在這個情況 我們通常要先跟她 去清潔頭皮 除了我們用一些方法 幫她飄了頭髮 就是頭皮 另外我們其實是要內服中藥 跟她清的 因為知道油垢很熱 其實是來自體內的 向外發出來的 我們先跟她清了 清了一些痰濕 清了一些熱 大概這個階段 我們可能是一個多月左右 因為她每次回來 我們都會跟她 再看看頭皮的情況 如果是許可之下 我們再把脈 然後我們會再 一個新的柱方給她 幫她養氣血 補乾腎 抑她的頭髮 即是養了頭髮出來 那就不同的階段 第二個階段 我們會補乾腎 另外我們的柱方 都會跟她換的 膚頭的那些廚房 都會跟她換的 是令到她可能 那些頭髮是生的 還有控油 因為除了你其實 你本身 可能在一個階段清了 但是你自己都會 你知道香港人是比較 香港這個地方 是比較濕 比較重的 其實每個人 十個有九個都是有濕的 那我們濕的情況下 她可能頭皮都會油 我們要跟她控油的 那我們的藥粉 就會以控油 生髮 為主的那些藥粉 是幫她膚頭 是的 當然你完了之後 可能有些人就覺得 好像完成那個階段 那些頭髮都會生出來 但其實都要鞏固 因為如果你不鞏固的話 那些頭髮呢 其實生出來的那些 都是毛毛來的 很幼的 其實很容易再甩頭髮的 所以我們之後 可能後面那個階段 再有三個階段 跟她去鞏固那些頭髮 確保她的頭髮 生出來是粗壯的 沒有那麼容易甩頭髮 是的 所以你看到那個 其實她雖然是兩張照片 但其實可能她經歷了已經半年以上 是的 那就分三個階段 是的 初步來說是分三個階段 因為我也知道 可能市場上 她有一些 譬如生髮的儀器 可以很快速 極速地幫我們 她可能會把頭髮關掉 那你說那些方法是否不行 其實都可以 她也是把頭髮關掉 沒錯 她也是把頭髮關掉 即是先把頭髮關掉 沒錯 但我覺得中醫的角度 就是去到根本 就是先調理身體 令我們的底致好 是的 那就變成了治療的本 是的 那你想一下 你整個階段 我們剛剛說 起碼都是六到九個月 其實是六到九個月 這段時間 其實是有中醫師 是照顧你的身體的 因應你每一次回來 不同的情況 我們是處方不同的藥物 其實都是可以跟你改變 改善你本身的體質 令你的體質變得更好 沒有那麼容易有濕氣 沒有那麼容易有火 有熱 乾腎是充足一點 是好一點的 那頭髮才會關掉 是的 就是用一個正確的方法 還有中醫 因為我很喜歡用中醫的方法 如果有什麼身體的狀況的時候 因為就是用中醫 就是中醫師幫我們擺脈 因應每一次的體質 所以就像Taylermade那樣 是的 不是說一條方就喝了幾個月 沒錯 每一次都會調節 包括像你敷的頭粉 我們每一個階段 都會有不同的處方出來 是的 不同的方法 比如你剛剛說 可能頭的階段 我們那個 譬如烤梅花針 都不是說你一來就馬上跟你烤梅花針 你本身都是有嚴正的 烤得多的 你都是容易傷了頭皮 反而更傷一點 那烤梅花針這個步驟 可能我們去到後面生頭髮的部分 或者是令到頭髮操撞的部分才去做 即是我們分不同的階段去處理這個問題 還有要提到當時的求診者 他的情況 那些朋友可能都不需要做梅花針 那就不用幫他 是的 是的 我們這個有服藥 然後有外敷 還有外敷 還有就是蟻 鯉 這些叫做梅療 這些叫做梅療 梅花針 如果剛才聽眾朋友說 我聽了醫師說 我自己去藥材店裏 幫我撿些 然後自己煲一下水 然後自己敷一下 洗一下頭 那醫師你又怎樣看呢 真的要溫馨提示大家 是的 因為例如我們剛才說 有些朋友真的要保神 或者怎樣 我吃一些綠美巴 其實真的會 如果真的 是不行的 是不行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 我們剛剛經常說到 痰濕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香港人真的 濕氣比較重 又經常是熱的 因為我們氣候的環境 加上我們飲食習慣 如果你本身的痰濕又未清 熱又未清的時候 你知道綠美巴是很補的 你吃了綠美巴之後 有機會你的火就會越燒越厲害 向上走 含含聲 含含聲 是的 燒了頭髮 燒焦了 沒錯 真的燒到很乾 是的 燒乾了 不單止有些人甚至會流鼻血 你有沒有聽過吃綠美巴 喝綠美巴流鼻血的 很多 沒錯 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所以我們通常要遵循的 要先清 再補這個方式去做 會比較好一點 你說 因為香港 其實中醫的文化 心入民心 每個人都知道 中藥藥材有什麼功效 自己可以走去藥房去收拾 但其實我們都不太建議 因為你對自己身體的情況 其實未必是很了解 未必我剛剛講的藥材 例如百花蝕蝕草 可能我可以喝 但可能我身邊的朋友就不能喝 例如他會不會太涼 有些人喝了胃又會不舒服 所以最好都是經過中醫師去 望文文切 望文文切 了解你的情況 然後才能給你一個處方 是比較好一點的 最正常是這樣 可以獨身訂造給自己 我都只想問 我們一直說 自己也不要亂補 如果說我乾 我就自己梳一下乾 然後我煲一下清補涼 煲一下涼茶 那又怎樣呢 又可能太清淡 又可能會變得很寒 肥胃可能受不住 受不住 有些人可能會胃痛 甚至有其他情況出現 所以都是那句 尋求專業人士的協助 就會更加理想和安全 何醫師最後 有沒有一些溫馨提示給大家 吃些什麼 我們不要吃些什麼 剛才不好吃就不要亂補 也不要亂去清熱 吃些什麼會好些呢 會助長我們平時的頭髮 會長得好一點 濃密一點 人又健康一點 其實我們就說 飲食和生活習慣 一定要健康才行 最重要的是 吃東西那方面 我們不可以吃些什麼 譬如煎炸 油膩 肥膩的食物 最量少吃些 辣的食物 不要吃太辣 太辣的食物 其實我們不受得住 因為如果你在四川吃辣 沒有問題 因為人家的水土是涼的 是山水來的 但是我們的水不是山水 我們是一些乾水來的 是偏濕一些 熱一些 如果你吃得多這些 煎炸辣椒 這些食物 吃得多的話 濕氣便容易積聚在身體上 令到頭皮 比較會 油膩比較多些 我們吃些什麼呢 中國人最重要是吃飯 如果是減肥的女士 多多少少都要吃飯 吃飯才可以養回頭髮 養氣血 然後才會養回頭髮 半碗?一碗? 如果是要看足管的女士 可能是一天最起碼都吃到一碗 其實一碗就不多 一天來說 其實都不過份 都很正常 吃一點點飯 這樣就好一點 有飯氣 中醫經常說 有飯氣 養回頭髮 好 各位觀眾朋友 你有興趣 做一個免費的頭皮測試一次 還有中醫的診斷 還有中藥的外呼各一次的話 歡迎你們打熱線電話 1834104 1834104 多謝何醫師今天和我們分享 很多很有趣和健康很正確的健康資訊 多謝你 也多謝大家收聽 下星期再和大家身心有得意